我是楊廢子 我是啡膠俊 我是王女冠 很棒… 似乎你們平時也有幫忙做環保回收 是不是?Oli? 有… 也有吧? Jack和Isa平時有幫忙回收嗎?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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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平時有感覺 勝在坦白 Terence哥哥今天是否跟我們說 回收的話題呢? 既然大家都知道三種顏色的回收 我們今天想和你們說是人氣 好 你們很熟 剛才說和女冠、啡膠瓶和南廢子 是呀 其實這個已經是有少許的 舊了一點 其實前幾年已經改了幾項 聽說黃色的箱 除了收,女冠還能收到其他東西嗎? 金屬 厲害,金屬 啡色除了收,膠瓶還能收到什麼? 膠盒的那種嗎? 膠盒,對 是,膠盒 還有呢? 有時候有些餐具 可能聽見那些餐具有機會 即氣插 對呀,餐具有機會 同樣地 藍色的廢紙 其實也不單純是廢紙 還有些什麼紙可以放進去 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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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 對呀,很厲害 報紙也可以放進去 今天我們想有個遊戲 考考大家 我們預備了很多產品 不同的東西 你試試可以鬥快去收,好嗎? 好 但是這裡我們收起來 只會蓋著一塊黑色布 今天遇多了兩個回收箱 給大家 分別看看是什麼 綠色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代表 就是一個其他可回收 意思就是說 它不屬於藍色、黃色和啡色 但是你又發覺 其實好像有幫忙收過 是嗎? 我可以說一些例子嗎? 玻璃瓶 對,比如玻璃瓶 對… 或者三副鞋物 我之前也有分開回收 電池也不行 對… 某些電池 和波娜姐姐所說的三副鞋物 好,待會你可能有機會要這些 我看來看去都發覺 這東西是回收的 那你就幫我放進去住所 我們是新家的 有紫色寫著什麼 不可回收 不可回收的東西 就是垃圾擠進去 對,那些是真的要等的垃圾 好,我今天預備了垃圾在這裡 藏在箱裡 垃圾箱 我們不用怕 其實就不會有烏鷹飛出來 這些垃圾是模型的垃圾 我們想你幫忙 待會每個人都會抽四份垃圾 我給你一個提示 垃圾是一個豆袋 好 那你就幫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哪些東西 然後你決定看看 它放進哪個箱子,好嗎 好 不如我交給波娜姐姐這個 好,謝謝 由你那邊先 抽四個 一次抽四個 好,來看看是什麼 這是雜誌 鐵餅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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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新年最多 牛奶盒 牛奶盒 還有應該很少用的電話簿 電話簿 這些都是南風靈的 你先說 好 我們今天當我認識一下 對 我現在是我的團隊的照片 試試看他們 可以回收和放在哪個角 鐵餅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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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之後就丟進去 非常好 做得很足 好,來吧,給點掌聲 剛才這幾樣東西 包括雜誌是紙張 但是阿樂會也說得對 上面有些紙張 封面是有印了膠的 對 其實要剝掉膠才可以放進去 這個電話簿是紙張 以前記載商業電話的電話簿 是紙張 所以放進紙張是非常適合的 還有這個鐵餅乾罐 說到名字,是屬於金屬 它放在黃色金屬也是非常正確的 最後這個就有一點點巧妙 是紙張做的 你放在紙張 撕掉它,防水和膠都正確的 但是其實現在 原來外面有些機構 是直接可以收這些奶盒的 你只要把它壓扁了一個盒 洗乾淨 就交它指定的回收箱 它就會打散它 然後再做一些… 譬如再深的前置 即是不用刻意再撕掉那一陣 對…它們會有工廠去處理 你可以做少許補償 你放紙也會適合 如果你說剛才你放綠色的 其他回收 我也會當你適合 所以其實這裡有四分 太好了… 好,接著我們請Jack Jack,你幫我們找四個 一個,兩個,三個 很厲害,這些的 好的,非常好,很純粹 那就先看看四個 有什麼 這個 瓦氣體 這個叫瓦氣體鋁罐 噴出來好像冒化了 對…殺童水人、純身劑 這樣很純粹 然後這個,衝衫 好 還有這個 光碟 電腦光碟 現在也少一點用 還有電風扇 還有這個,電風扇 我給你提示 開始有三個相外的東西 你來吧,試試吧 這個是電風扇,我會放在綠色 即是你覺得是其他回收物品? 嗯 還有呢 壓縮氣體雷冠,我放… 金屬 好,你先放金屬的,你先放 冰衫,我就放其他回收 其他回收物品 最後的電腦光碟就不一樣 好,我們先給你掌聲 好,我們替你看看答案 好,這裡四樣東西,我們先看這個 壓縮氣體罐,的確它本身是金屬 但是這些罐,原來其實不能放在往式回收 理由是因為裡面的壓縮劑是發酵物品 第二,其實正常的回收程序 是處理不到它,它會爆炸 所以違反地它是屬於不能夠回收 淡的,都可以用更少 另外,縮衫非常好,留意我們放其他回收 另外,這個電風仕 也是有不同的機構會收一些舊電器 甚至乎你說壞了也可以 為甚麼?原來有些團體會修理它 把它變成可以用 又再教給其他人 很浪費到的 光碟可以回收 其實光碟摸上去捏一捏一捏一捏 它是一張膠 可以放在啡色的回收箱 Jer,你這裡也有兩分 你要給點掌聲,做得很好的,射師 謝謝… 我不知道光碟算是塑膠 塑膠嗎? 有時候有些是獨立一個箱 可以回收光碟的 光碟舊舊後面做了銀色 你會看到是一塊塑膠的 那整個光碟放進去 啡色塑膠箱就行了嗎? 對,非常好 對,真的 那今晚有很多東西要塑膠 可以回收 好,接著到Isaac了 好,讓我看看 好,我們先看看 分別是這個光碟 我們有這個食物的五策肉罐 五策肉罐 有銀行的帳單 好,還有一些奶粉罐 好,我看到這裡有紙 也有金屬,也有特別的 Isaac,你試試吧 過來吧 這個怎麼處理呢? 有時候我看到 我手上也有很多這些… 就是垃圾… 對,奶粉罐 我會放在金屬 好,奶粉罐放金屬 五策罐放在金屬 放在金屬 放在金屬 黃光碟,照明的 黃光碟放在… 黃光碟放在金屬 黃光碟放在金屬 這是幾乎的東西 藍色 好,給點掌聲 好,我們先看明明四個蛋殼 Tress哥哥,我覺得這次不容易 首先說得銀行帳單 有很多私人的資料 對,你說得很 정확 是它做的 如果換了電子帳單 就少一點擔心 對 如果你忘記了還沒換 其實這些紙要像有這麼厚 所以放進藍色的回收箱子漿 所以非常正常的 箱子監製 另外, 午餐肉罐和奶粉罐 其實都是金屬 我想問回收這些, 例如金屬罐 或者塑膠的器皿 是否一定要清洗乾淨 盡量也是, 尤其是裝飾物 你放在那個位置, 可能會惹到松霉 乾淨, 乾淨回收也是近年 團體很重視的東西 明白 最後, 其實實質挺難的 不過在一些大型的屋苑 其實是有回收過的 因為公館裡面有些化學物室 他們不想流出普通藍色 所以是屬於可回收 但要在特定的地方才可以收到 你找到家裡附近, 哪有 放進其他回收就會徵求一些難 也有三分, 非常好 原來燈館裡面有一些有毒物質 真的要提醒各位小朋友 如果真的需要看到燈壞了 如果要換的話 就真的要交給大人去處理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有沒有一些物品 很多時候我們看著它 都不知道是否應該會回收 非常好, 避免了一點 大家常見有機會看得到的 包括這個是桃果液 我們經常都用的 你看看它是一個膠瓶 但是桃果液裡面 其實你也聞到 知道它是有什麼化學物質 所以其實沒辦法 像你所說, 只好是扔掉 可以的話, 少用一點 還有這個叫什麼, 電池 是, 碳性電池 但我強調是碳性電池 它不是屬於充電池 碳性電池和市面上的 簡性電池都是一樣的 其實用完一次就不能再充電 它都是化學成分的東西 它們這一種其實沒有辦法回收 就是這樣扔掉 對, 所以環保上 不如買充電的可以用很多錢 那你沒有那麼多垃圾 還有最後這個可能你說 什麼感熱傳真紙 好像我沒見過 那些感熱傳真紙 可能你很少見 這些電池機 它不能回收 因為它加了化學物質 但是你日常生活中 去買東西很多時候 都會出現一種印出來的單紙 其實都是一些感熱物質的紙 放得下去會脫掉的那些 即是那些在收機彈出來的紙 對… 內裡變得… 每一都有一張那些 那些其實都不能夠回收 因為加了化學劑 所以其實麻煩還是要等它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姐姐問我們要收它 我都說不用要 不用拿了 對, 不用特地拿 沒有特別需要, 可以不用拿 對… 今天謝謝Terence哥哥的分享 令我們知道那年在生活中 其實我們自己是製造了很多垃圾 有些是真的不能回收的 不如我們用一些聰明一點的方法 或者環保一點的方法替代品 可以替代這些不能夠回收的垃圾 所以說… 小朋友開店, 環保知識玩意